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师父 小月虽然有强大的洪荒之力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只要有人对她加以引导 她定能向善 成为像师父一样的人 匹父无罪 怀必其罪 师父 求求你救救她吧 她只是一个孩子 好 我答应你 我不会伤害她的 谢谢师父 师父 她说她不过 这一句话 我说她的女性 她是否会忍受她的 她是否否 她是否会把她的心结 她是否会忍受她的变速 她是否会忽悦她 她是否会忽悦她的 她是否会忽悦她的 你们都给我让开 我要进去杀了华千古 没有尊圣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得擅闯辛劳 那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 住手 花千古被囚禁在天牢里 在宫审之前谁也不许擅闯 只是说风给你的传英罗 他以化所言水域 说风 夜水域 不可能 不 不可能 夜水域 曼天 当你在看到我的时候 也许我已经变回那个 不知道什么是温暖 不知道什么是爱 不知道什么是心动 也不知道什么是欣喜的石头了 只是到了最后 我没想到我有那么多的后悔 我后悔我一直对你板着一张脸 其实 我只是想用外表的冷漠 来伪装我自己 因为我害怕 我怕我在离开的时候 我会不忍 我会心痛 可是我没想到 到最后我还是舍不得你 对不起 为了遵伤 为了我的使命 我必须跟你道别 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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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 什么是心动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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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ерев了 我不行 你 还有什么 我不行 你 这掌门并非花千谷所杀 而是善春秋的肆意栽葬 他也是可怜之人 我不行 就算不是花千谷所杀 也是因为花千谷而死的 首风 首风 你快回来 满天 若可以 我希望下一时还能再见你 下一次 我绝不会自己先走 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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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首风 首风 在下彭来泥漫天 首风 首风 吴 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 我们会死吗 不知道 也许会吧 小玉 你害怕吗 不怕 姐姐 你怕吗 姐姐也不害怕 但是小玉 如果被提审的话 什么都不要说 不管他们怎么惩罚我 或者处置你 你都不要顶撞或者生气 你的洪荒之力太过强大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杀你 姐姐现在也自身难保 保护不了你 但是姐姐相信 你一定不会轻易受到伤害 只要一有机会就逃出去 不管是市井 乡村 蛮花 无论哪里都好 只要能好好地活着 但是要切记 千万不要伤害任何人 你的洪荒之力 才只恢复了一半 肯定不是师父他们的对手 否则 他们更有借口要杀你了 那姐姐怎么办啊 不如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你不是说有机会出来的话 就带我去好多好玩的地方 我想去你跟我说过的地方 然后吃好多好吃的 小月 你还记得 我们在虚洞里说好的吗 记得 在虚洞里 姐姐一直陪着小月 出了虚洞 小月就要全部听姐姐的 好 姐姐做错了事 以为在虚洞里还可以逃避 就当自己没有在世上活过 只要能够好好地陪着你就好 但是现在既然出来了 姐姐就应该去承受当时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可是小月 你从生下来 就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用不着因为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潜在的威胁去偿还什么 只要能够逃出去就好 但是姐姐如果逃了 就是错上加错 所以千万不要想着管我 也不要想着救我 你只要记住 姐姐只有接受了师父的惩罚 才会安心 踏实 否则 就算是逃出去了 也永远都不会觉得快乐 姐姐的师父 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你不要小月了 小月 姐姐没有不要你 你要记住 就算姐姐不在你身边 姐姐的心也是跟你在一起的 你只要记住姐姐说过的话 永远做一个坚强勇敢的好孩子 不要做伤害他人 还有危害苍生的事情 姐姐就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知道吗 姐姐怎么说 小月就会怎么做 姐姐 你不用怕 我相信他们伤害不了你的 只要 你不放弃自己就好 小月 照顾好自己 只要你和唐宝都能好好的 那 我在这个世界上 就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嗯 孟大哥 孟大哥 倩姑怎么样了 啊 清水 我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说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不能替我留在长流 关切一下千古的安危 我 好 清水 对不起 孟大哥 你不必再说了 千古有难 我本应该留下来照顾 你放心去吧 千古如果有什么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清水 我 我 孟大哥 你不必再说了 我懂 我都懂 我 你不要 师父 你所说的劫难终于来了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决定 是对 是错 我既要守护天下人 可我 也要守护我自己的徒弟 都是你爱吃的菜 你还是多吃一点吧 世姨师兄 骨头会不会被处死 世姨师兄 我什么都不求 我就求你带我去见骨头一面 好不好 汤宝你听我说啊 我不要听 我就只想见骨头 也许 也许这是最后一面了 也说不定 骨头替尊上 做了那么多事情 被你漫天羞辱 他都一一忍了 可是尊上呢 他都做了些什么 汤宝 你别喊了 如今这长流 也是风尘鹤离之计 我答应你便是 真的吗 师姨师兄 谢谢你 谢谢你 站住 任何人不得擅闯先劳 骨头 汤宝 骨头 骨头 快 你干什么 我们叫你出去 不可以 汤宝 这一次我犯下了明天大错 我死不足夕 骨头 我不让你死 汤宝 神医师兄 已经有太多人因我而死了 我不想再连累你们了 骨头 我想让你一直留在我身边 千古 按照长流的门规 接下来你所承受的痛苦 是你远远想象不到的 我知道 但是这一切 是我应该承受的 姐姐 我们走吧 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做了决定 你们谁也不要阻止我 唐宝 好好听十一师兄的话 以后千万不要再闯祸了 十一师兄 唐宝就交给你了 好 照顾好他 快点啊 你想好了吗 你想好了吗 真的要给千古 如此重的刑罚吗 你们师徒二年性格 真像啊 一个打死不输的 我们下车 照顾好 我倒来 我没有一下 你准备了 你一点点 人儿子 我没有屏不 관심 我没什么 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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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欠骨头的实在太多了 但我一定会偿还她的 人生在世 活着却只有复仇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自从我来到易修阁 我从来没有见到你快乐过 哪怕现在复仇已经成功在握 你究竟想要什么呢 小月 小月 谁 东方 骨头 你受苦了 东方 你是怎么进来的 不要问那么多了 把这个药丸吃了 跟我走 东方 你是最明白我的 我必须要承担这一切 一走了之 不管是蜀山还是长流 都会遭受到牵连的 你马上就要受审 按长流的门规 你会受到很重的惩罚 你知道吗 我身为长流弟子 心里自然最清楚不过了 如果 如果师父可以慈悲一点 或许能够自我痛快一死 骨头 你没有必要为白子华付出这么多 而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委屈 她有必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真相 与其让师父为难 不如让她只怪罪我一人 师父 她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 你宁愿被毫不知情的白子华所杀 然后骗你自己 她还是疼爱你的 这只是个误会 她不知道真相而已 也不愿意让白子华知道这一切 然后按照长流门规狠心地杀你对吗 骨头 你知道现在你已经爱她有多深了吗 你以为你牺牲了自己 就是为了你师父好吗 你有想过如果你死了 那唐宝 小月 你长流的兄弟姐妹的感受吗 你有想过我吗 我来说你 在这儿 那里 我这个误会 你不知情的 这个误会 itu还是不知情的 这个误会 你也很想念 那我叫你 我觉得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已经还清了欠我所有的债 而这个晚 我会为你做我所能做的所有 来弥补我曾经伤害过你的一切 东方 东方 你 对不起 一宿阁的密疏 这宿队怎么会这么好劫呢 罪人花千古 长流殿三尊会神 开门 走 走吧 谷唐 保重 还磨蹭什么呢 走吧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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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姐姐 姐姐 你 咱俩 想 咱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自爱更是罪不可赦 后有杀人夺妻 大闹东海 私放妖神出世 导致各派大战死伤无数 万死难辞其咎 以上罗列各条 你可认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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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罪 不会吧 妖神出事的确是我做的 但我没有杀害图门子 没有杀人 更没有构计欺杀 妖神出事的确是我做的 但是我没有杀害图门 没有杀人 更没有构计欺杀 那我问你 朔丰为何而死 你千丈为何人所杀 你身为长流弟子 为何要跟沙千墨构计在一起 让洪荒之力重现 他又为何三番五次前来救你 我没有杀你掌门 至于朔丰 是他自己自愿的 我没有杀你掌门 至于朔丰 是他自己自愿的 朔丰他真的是因为千古 朔丰 你还敢狡辩 你妄图夺取神器 你一千丈不从 你便使射魂术杀了他 否则 你倒是给我解释一下 你是如何取得浮尘珠的 我只偷取了浮尘珠 可是人不是我杀的 人是盛春秋杀的 是他嫁祸于我 大大孽徒 你还不招吗 他的确因我而死 但我没有杀人 你说 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现在 我要你把如何偷到神器 如何偷袭禁术 又是如何让洪荒之力 和你重现的详细经过 描述一遍 神器是我偷的 洪荒之力是我放出来的 我偷袭禁术 弃势灭族 骨头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全部都认罪 不必再审了 还请三尊处罚 不管结果是什么 小谷都认罪 华千谷 你身为长流弟子 又是掌门守徒 你置你师父于何地 又让长流颜面何存 你身受清虚道长的重托 代任蜀山掌门 又让蜀山派如何向天下人交代 你愧对长流 视为不忠 愧对你师父视为不孝 愧对清虚道长视为不义 愧对天下之人视为不仁 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天下再容你不得 今日 是 盼你竹出师门 竹仙柱上 受九九八十一根销魂钉 你服是不服 不 长流朱仙仲 自开派以来 钉死了六十六位仙人 不但失去功力 一半以上都处以极景 被钉得魂飞魄散 从手足开始钉起 却不伤及要害 法力较弱的 能撑得下二三十根 就很了不起了 那这岂不是 常良最残酷的刑法 你们要钉在 骨头身上八十一根之多吗 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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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 小魂钉之刑生不如死 八十一根之多 以千古的修为 必定魂飞魄散 求三尊枉开一面 念在千古年幼无知的份上 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七三尊 你们都给我反了是吧 花千古是本派掌门 岂可以交由你 说杀就杀 今天就算骗了我整个蜀山 也绝对不会把人交给你 云吟 蜀山掌门花千古 自知罪大恶极 献阁去掌门一职 由弟子云吟接任 掌门 弟子花千古 罪不容束 三尊仁慈 弟子甘愿伏法 只求三尊开恩 不要逐我出长流 哪怕魂飞魄散 也无怨无悔 你什么也不说 一口人嘴 你就真的那么想死吗 你什么也不说 我好想死 你能不能够 你自知识 我说的 你不想死 你不想死 我说 我好想死 你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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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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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子华 你若敢为你门中弟子 伤他一分 我便图你满门 你若敢为天下人损他一毫 我便杀尽天下人 帝位 孟大哥 快 我认识就不还帮你 对 这些人 我的许可 这些人 这些人 起来也认识就不再许可 这些人也认识以为 这些人又有什么反变 慵恶 可是还想起来 我认识也认识 就是这些人 在乌兵 之外 于你何干 我要带她走 休想拦我 打赢我再说吧 不要再打了 师父 不要再打了 那就是传说中的飞夜剑吧 沙千末的剑终于出现了 一字听令 在 为圣君夺回花千古 是 一字听令 上军 师傅 沙姐姐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上军 上军 护法 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急于一事 将来有的是机会 走 子华 三尊 我孤身而来 只想最后 陪在千古身边 请尊上成全吧 走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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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